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 現在我們開始來的上課 大家請客氣 走勒 大家請客 各位同心 大家早 這個歷書口是什麼口 就是你們在學校怎麼讀到台灣歷書 怎麼不教你台灣歷書 就是要自己製作 你是中國人 不是台灣人 你自己怎麼可以不記得你的祖先 的事情 絕對不可以 所以我在二十年前 下台灣歷書 因為學校不教 去兵很多支 下這個台灣歷書 騙台灣人的立場來下 所以 偉大的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常常去兵 台灣人 這行賣那行賣 但是我看起來是台灣人很偉大 我們有四百年的歷書 怎麼說有四百年呢 因為 讓人們在一六二十年 登陸台南 一六二十年開始 有文字進來台灣 所以台灣的歷書是四百年 那中國的歷書幾年 四千多五千多 我告訴你 那都是胡說八道 五千年前 中國怎麼有文字 有文字是三千年前 在上條的時候 在荒落這個地方 荒落是什麼地方 荒落落水 還是荒落落陽 荒落月 我們就是 荒落落 創作這個 甲骨蚊 甲骨蚊 刷入在這裡 煙餅 變成漢字 有歷書記錄是三千多年 但是 碰到五千年 那是怎麼碰的 那就是 無文字記錄的 歷書叫做蘇景數 那是不算小的 也算再來 所以我們頭上 我們有一些 沒有正常的 資料 我在說 在台灣歷書 就是你 現在像台灣民政府的網站 為第一集 你可以看得到六十五集 每禮拜我都在這裡說 由荒蘭時代就說去 現在說到日本時代 所以你現在插落是在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發生的事情 這是中間的一部份 這部份 你可以繼續看下去 還是去看頭前的 去網站看 今天是說十六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HTTP www.taiwan.us.net slash history 這個地址把它插回去 你可以 去哪裡去看 哪裡有超級一百萬日 一百萬的文字 提供台灣歷書 第一 第一 說台灣歷書 這個日本來佔台灣 這個五個歷書 是國際抉擇 更換截止日 日本來佔台灣的時候 在馬關教育有規定 給台灣人 會兩年的時空期 因為這兩年來對 你要做台灣人 可以 要做日本人 可以 要去做中國人 也不反對 你也可以把財產變為 再去中國 這有這種規定 所以不反對 你去做什麼人 我們兩年的時空期 這個國際法是規定 要只要一年的時空期 現在就是 來佔台灣的時候 他叫四五年 十月二五 就把所有台灣人的國心 變成中華民國的國心 這樣對嗎 所以我們的頭角 都 我們是中國人 其實 你沒有 有一個 合理的時間 讓台灣人去思考 這是國際更換日 尋找要講的事情 是 會兩年的 寬限時間 你超級這個時間 五個歲八 你 什麼人就是什麼人 不能再變 一百九五年 五個歲八 在煙台交換了 媽管條用的批准書 所以 規定 兩年後 一百九七年 五個歲八 為國際更換 最後截止日 這個日子 有什麼重要 老在台灣 可以併罪日本籍 日本國民 離開台灣的 賣世界的 財產都會變賣 兩人搶一行 台灣人 反對受日本人的統治 所以四國都有 控制的進行中 台灣 台灣總統 任務 總統府 任務 要順利 統治台灣 那些 控制的人 老在台灣 現在不好 消毒 這些人 所以 你 在這 一百九六年 在一家 頒布了 台灣和平安 住民 退去條約 這規定 台灣和平安 列島的居民 你要離開 不論 你是住在這裡 很多台 或是 短暫時間 都可以跟政府說 申告 要說 土費 因為 當時 我們控制的 情形 很嚴重 所以 控制的人 叫做土費 就要先導航 該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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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離台價 所有的 財產 免除關稅 就是說 你 不要再離開台灣 的時候 再給他 小金一筆 日本 日本政府 沒有這樣 但是 你知道 這個 港澳建政一筆 這些 唐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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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說老英學叫做阿婆浪港 因為他發作阿婆浪港 他發作阿婆浪港 浪港要拿起來叫浪港 浪港要拿去浪港 浪港要拿去浪港 所以阿婆浪港 阿婆浪港就是老英學 這個名租 我們現在變成台灣的職位 浪港好來浪 好來浪 你要浪到哪裡 這就是阿婆浪港 像這個他們比較清楚 老英學都比較清楚 回去中國 台南下來的居民外 台北文都很平靜 好像這件事跟他們沒什麼關係 但是日本的通地 會被逼到日本通地 施政的方針跟過去完清通地 是無法比擬的 就是日本人來通地 一開始就發現 日本人比較有規矩 我們在萬清通地的時候 我們有一句俗句說 三年一休患 五年一大亂 萬清政府 自己看著是面對是面對 沒有看著人 所以日本人來灌 也很多人說 日本人更好 但是有些人 因為科舉制度 有在中間 他們就不可以去 第197年 全政府 政府就說有160多的人 是有科舉的 有科舉制度 什麼叫做科舉呢 這就是 中國未進步的 很重要的因素記憶 中國跟日本人 跟歐洲人 在競爭 我們輸歐洲人 輸很多 輸得疼疼 因為 人們說我們兩個 貨蘭兵 還是兩個 英國兵 就有辦法打敗 50個中國兵 兩個對50個 這是什麼比例 2比50對1比25 我是你的 武力是強力25倍 這也是屬性 這也是屬性 因為當年 以前來台灣 打敗 荷蘭人 但是 荷蘭人 在台南的人 不到1千人 以前還帶2萬5千人 來到1千人 還有賺多久 賺15個 所以他不供你25倍 他絕對供你很多 如果中國人怎麼差 就是跟科舉制度有關 頭部去用梳式 我們的頭部去用梳式 我們的頭部去用梳式 所謂的孔悶哲學 裡面四書五經 因為科舉制度 就是 王國 你科舉 你讀一分子 這分子叫四書五經 你如果這分子讀到有頭 你要做什麼大關 都沒辦法做 這分子如果讀不讀 你就沒辦法做關 所以這種情況 大家都去讀一分子 四書五經 讀到梳式 幾千年來 大家頭部都頂強 都兇苦力 都沒辦法 舉個例子 歐洲人 這個普通人 經濟台灣的時候 無力把這個地方 叫做Fromosa 這個名字到今天還要在 但是 漢林來台灣 把台灣給了三四十個名 怎麼會這樣 怎麼差那麼多 因為 漢民眾不知道地球是他們的 他們不知道精度、維度 所以 後來有人說 你北偉幾度、東京幾度 這個點 叫做Fromosa 就Fromosa 第二的人沒去給你改名了 這個漢林來台灣 你這個地方 我叫做過人 就叫做過人 那個地方叫做 打狗 就打狗 所以 不知道再同一個島 這就是 我們 這個漢民族 輸人 輸淺淺的地方 所以這個要來講 這個科舉制度 害到這些 害到這些人 但是 那還有一堆人 要回到中國 去爭取他的功名 準備應 台北大廟店 平生 平生 大概是 大概是 收拾的 那 很多人 那 還有 這個人 是要考慮的 這些人 沒有要 變成日本人 去做中國人 但是還有一些人 因為 在台灣有財産 又 還沒有去 還沒有去 送室 做完整 科舉的 機會 所以 把這四名 寄回中國 整個 人 老的 台灣 經營 三個 所以 日本人說 這類人 叫做一生兩用 自己的 生菇 兩個用途 國隊 回去的 我們要知道 有幾個人回去 日本人有做通編 有 台北軍 包括台北市 369人 有1574人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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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有390人 一個人 台南 台南 多 台南 因為 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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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開箭 也會把 風俗習慣 把它抖掉 所以 很多 有些人 走 增兵 還有縱稅 斷絕跟中國交通 不利消息 所以 台南人 回去的 有4500 比較多 台南地區 因為 很多人要回去 房子 就增幅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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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1的人 回去 中 通編起來 整台灣 有6400 56 56 56 人 這是 我們要有這種資料 就是日本時代 他們有記錄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筆 有名字 但是 還有一些 偷渡的 那些不算少 減 當時領靠 300萬的 千分之2.3 千分之2.3的人 離開台灣 走到中國 怎麼回到中國 這個原因要查 查那個原因 因為考取公民的 禁食孤零 秀財 或是 這些人 一百六二年到一百七十四年 十三年中間 有禁食七人 我們台灣人 頂禁食七人 九輪三十二年 共生七十一年 還有到公司 一百七五年到一百九十四年 一百九五年 就是日本人來接 二十年的時間 有禁食十三人 九輪五十 共生一百三十四的人 這是一個統計 所謂給大家了解 東西台灣人 得到公民利益的人 還有一些 這就是我為 吳文星的日據時期 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來對抄出來 所以有很多 附註就是說 這些所謂我得到的 是有 核心的臺灣 這個臺灣在哪裡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日漸遠離 日漸遠離 在台灣這間 真的刻意分化下 國與國的關係進行 就是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不是一個 好像說 私下往來 是國與國的關係 嚴格 和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 翁來 千國 把日本政府要求 台灣認識冷死館 但是奔究轉 跟日本人 正經的日本人 還有區別 所以 日本是在 參選台灣人的 台灣意識 當成人是說什麼 當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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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中國嫁來 沒有把台灣動罪 他的家 他的處 他的偷對 那些人叫做 當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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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無緣 因為 都隨便 那就隨便 不便 了 但是現在 這件事 再和 造成人 大陸 的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你的言行舉止師匠你絕對沒有跟中國人一樣 一看就知道了 連那個講話也雖然知道你這是台胞 台胞叫做台胞 叫中國人去講 但是經過這個情形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 受到政府的分化 完全是台灣受到人的分化 把台灣人分罪 將就人 全就人 客人 外出民 讓你們整個去燒台 越台越大 就是跟你們分化 這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人那個黑人可以做總統 歐巴馬的競選 我說敢不定 結果 像我問台胞 台灣人 你有代表歐巴馬嗎 他說那個歐巴馬怎麼可以代表他 這台灣人的看法 但是美國人接受黑人來做他們的總統 這真了不起 這台灣人就是不叫北中人來做還是怎樣 所以美國這個部分是比較進步 但是有些人回到中國來想買 就等於中國想我就沒出 沒出味 想說要回到台灣 這些人有什麼人呢 林本園家族 這是幫救林家 幫救林家 把他們的兒子送回來 林維園的小弟 林維德 把他們的兒子 林荷壽都送回來台灣 在武方的林朝動 就是叫他們第四兒子 林子佩回台灣 所以這個林憲動 就是推動日本時代 有我們的一個台灣人 叫林憲動 林憲動就是這個武方的林家 他還回到台灣的時間 那個時候他才十四月而已 台中首富 台南陳旺貞 那這兩國人 過人 什麼什麼 他們去中國 去中國又有黑死病流行 所以這些人不得不相繼西卷訪台 所以他去到中國 到法國人去 他們不是中國人 他是台灣人 所以這個事情現在也在發生 一些人要愛中國 愛中國 去到中國 都知道說 原因是我是台灣人 自己說不知道 我一直在說中國有多好有多好 也有一個人不知道要回去還是不回去 在那個野萌的街頭在徘徊 不知道要回去還是不回去 回到台灣 這就是林維園 林家花園的老闆記憶 移民來台灣的當選人 經過一台二台三台 這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現象 我們有一個新環境 第二台必然 必須要經過本土化 這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現象 我們有一個民族英雄 林崇文 來台灣的時候 差不多他小孩的時候來台灣 但是 一生就是 到大了 覺得本省政府不好 就寧度一輩人 來反抗原青 就是這種情形 本土化 他自己看著台灣人 台灣人 絕對沒有接受萬青的統帝 台灣跟鄉山 鄉山跟台灣的關係 所以 台灣沒有人鄉山 就是你跟我一樣 鄉山 嫁台灣 心肝嫁幾萬 這幾個聽到的人比較多 鄉山好 鄉山的人很難 鄉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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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山人說的有的可以相信一盤 都白菜了一盤,長山長,對白說 所以他有開台座,來出台長山座 就是想想來台灣那個人就是開台座 像裡面有一個人,像王有一個人開台座 像開台媽座,開台姓王 客家人有一句長山,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他說,回去長山是馬郎的位子,開市 這句話對不對? 只要有客家人,我客家人就給他評語一下 因為我這也是叫豬的吵起來 這個,回去長山就是馬郎的位子 日本人來台灣,還有一行 他有看到台灣人有滾那一行,都怕壞 那個夾阿片 頭髮摸一個頭髮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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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摸 所以你可能問他這個五階ёр沖的一頭髮摸一頭髮摸是屁股子 別吾一頭髮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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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英國戀前卸著兩方日也看到是,三腿三了口射,你第一張旺陸三 之後此外,大家不要陸四頭髮摸一頭髮摸一尬 不是有棺子你就過去又坐月子 對這種略質的文化 深透惡絕 日本人看到老頭髮 白髒膏 這是很壞 但是想要把它改 發一聲都要改改 沒法改改 尤其台灣 四百年 萬興通帝台灣兩百十三年 兩百十三年中間 這些俗衆已經深植於人的頭髮 還有日本人一張力 就突出台灣人 韓國武衆對抗 這樣還不可以 還不可以把這個白髮 現在一聲就落到韓國行政命令 說不可以把日本政府覺得 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項事情 繞繞繞繞繞 他說漸漸改良 沒有一聲就自己發改 一久空空年 所以台灣人知道這些事的時候 就成立解殘會 就是這個麥白蛤 斷髮會 風俗改良會 所以十多年的時間 漸漸引起熱潮 這個孤仙龍 郭嫻寧就是 帶日本兵 這個台灣的水天下 水天下就是現在的十字 這個台北的郭嫻寧 他戒頭年 就把他的頭髮買到加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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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有去接觸外國人 就先回來就加藏 像萬省政府 把這個小留學生 幾百的送去海外 這棵海外 這棵海外 這棵小朋友 也要把他頭髮加藏 就是外國人 看你頭髮買到 就把你笑 然後把他頭髮加藏 都把他頭髮加藏 這就受到外來的影響 現在這棵堂 你注意看 這個大部的老頭髮不留 這個月前 頭髮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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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髮不留 頭髮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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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原來 把髮不留 之後 前往 腿 在鼎 到ハ 到 上面 轉 這個1903年這個台北天然族這個副會長 生業的他們家長的女婦又是在地上 這就是說你要叫人不要在地上 你自己家的人又在地上 第二年台中中央南東加義聯合起來頒布禪族禁令 這幾月就說這個北天是在敗 就頒布這個命令 但是台灣的總統府建議 他說認為時機還不成熟 他叫抗五年總統府調查的結果 台灣社會北腳的女婦 非從事勞力工作者 就是說沒有勞力的工作者 要不然北腳被視為粗俗不堪 盆難分架 你如果腳沒有北起來 可能沒有大部要帶你家庭賣 所以你要知道 好的說出賣的 賣的說出好的 放在你的頭上滾了百年 你團來 所以你人有時候在做羅勒 在做人的羅勒 我自己不知道又反映到 他叫一數年 隔板 論禪族之避害 跟救責的問 所以政府要用強勢的手段 強制的命令 來採訪 來採訪這個白腳 跟這個家庭賬的事情 台灣總統府 第一九五年 看時機已經成熟了 所以我們就運用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 為地方全面來推動斷法 在警察監督 和保證 保證就是可能理長 到國後去看說 有多少人摸腳 有多少人 要留長頭髮 要寒個時間 放足斷法 就是說 你腳不能再摸腳 這個頭髮要加起來 隔板放足斷法大會 達到全民 普遍到全民 同一年 一九五年 八月蒸過 日日新保證就下 台灣國隊紛紛成立 風俗改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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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家庭裡面 有133萬人 斷法 就是說有133萬人 全被頭髮捏掉 但是還有外交的 也有八萬人 就是說 郭彥年 一八九六年 就是隔壇年 一八九五年 日本來接台灣的隔壇年 他就長遍去掉 這種的運動 在日本人的隔壇年 有相定的作用 第一 跟台灣現代化 現代化 另外這方面 就是跟台灣人動化 影響所局 影響就是現在 男人的生產力大 大大增加 本來男人 就沒辦法做事情 現在因為腳 會脫肥 就有在一起做事情 所以 漸漸就 副作用上也就改變了 但是 你也要知道 在中國 那個時候 大家都要靠在牆壇 台灣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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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做六三法 依據 總督府所發的政令 就是台灣 特別會計法 對阿片採用專賣 阿片是一個賣的東西 吃到會送人 不意不意 但是 你本人認為這個不好 要懂 要懂 但是你要一聲要懂的時候 我們的反抗軍 反抗日本人還那麼多 所以他不敢一聲就懂 他就成立特別法 這個叫做專賣制度 Monopoly 再講我們台灣的特殊 我們台灣的重量 的生產量 是全世界的70% 都在台灣的性善 這個 這個 這個日本人全把這個重路 交給山井物產社會 火車 經營進出 不夠 接著鹽 酒 在日本的地方 是沒有轉賣 但是台灣實施 這樣 什麼東西 做到 這些東西都是 生活必需品 就是 意思就是說 這間接稅 是 大部分的人要去買 現在一包分 聽說 一包 六七十塊 以前一包分 五塊十塊就有了 兩�四十塊 現在整個病 這一個10七年 全部的收入 是減稅入的14% 到1945年就是日本減排的那一年 49% 全部的收入減到 減到國家的收入的49% 相關的項目到60% 我們現在說一點點 稍微有50分左右 50分以後我們再繼續說 好 謝謝 各位好玩請他起立 走勒 下口好困10分鐘